好,同学们好,今天我们要学会和懂得什么是名词和动词 那我们学过很多字嘛 名词呢,就是说人、事情、或者是东西的名称词语 那比如说妈妈,妈妈呢,是一个名词 爸爸、弟弟、老师、医生,这一些都是名词 因为只要讲了这个字呢,我们就会懂,哦,那个是具体的 是什么东西,我们所知道的 雨伞、雨点,这个也是名词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图片 这是一片森林 森林里面有什么呢 我们看左上角,还有大树 大树呢,然后呢,我们看右边右上角 那颗像咸蛋黄的是太阳 那中间有一个动物,长颈鹿 那么还有大象 大象上面呢,它背着一个礼物 它背着一份礼物 还有最下面,一堆草 一堆呢,很多个草呢,我们叫做草丛 那这一些全部都是名词 那名词比较简单 接下来,什么是动词呢 动词就是用来表示 人、事情、或者东西的动作、行为、或发展、变化的词语 那你们要记得这种一份呢 就是动作和行为 那我想问,妈妈这个字呢 它表达的是妈妈 它表达的不是妈妈的动作 那妈妈这个字是动词吗 它不是的,妈妈只是妈妈 它是名词 那动词有什么呢 我们接下来看一看 那我们看一下例子 好,华语课本经常有读到的第一个句子是 花儿跟我招招手 然后你们看 我写名词 名词有什么 花儿 我 手 这些都是名词 表达的是一些东西的名称 那动词是什么 动词是我发现的 招招手的招 招它是一个动作 它不是什么东西的名称 它不是一些东西的名字 它就是一个动作而已 那就是动词 那我们看看第二个句子 蚂蚁把小虫搬进洞 名词是什么 蚂蚁、小虫、还有动 那么动词是什么呢 动词就是动作嘛 唯一的动作就是搬 搬东西的搬 那我们知道了什么是动词共和 我们再看一下那个图片 小女孩在做什么呢 她在做着一个动作 那个动作叫做跳舞 所以跳舞 它是一个动词 我相信你们对名词和动词都有一定的概念了 知道它是什么了 那现在我们就要学更多的动词 好 这个字呢读成造 造句的造 它是读成第四声 造什么呢 造小船 造句 创造 造呢就是指做出一个东西出来 那比如说做出什么 做出小船 做什么 做出一个句子 那在这里呢造是一个动作嘛 它是动词 小船呢 它是名词 句也是名词 好 下一个了 这个字读成换 换 换什么 换一 换人 交换 换呢就是把一个东西变成别的东西 你换一会怎么换 就是从睡衣换成 效服 这个叫换一 换人是什么呢 比如运动会啊 你玩完了这个球 就换别人玩了 这一个换 交换就是说互相交换 礼物的交换 那一是名词 人也是名词 换呢是一个动作 所以它是动词咯 好 接下来这个字读成送 送 送信 送礼 送货 送这个字呢 它的意思是只把一个东西搬去别的地方 搬到另外一个地方 比如送信 通常谁会送信啊 就是邮差叔叔 就是送信的人 他会把信送到每一家的邮箱里面 还有什么 送礼 就是把礼物给人家 把礼物放到你想要放的地方 还有什么 送货 货呢 可能有些人家里是卖 卖鸡蛋的 他就要把鸡蛋就是他的货 每一天送到别人家门口 就是把东西运出去 这个叫送 接下来我们要学的动词呢 长得有点像 它也是形式字哦 所以你们要懂得分开哪里不一样 好 首先看这个 这个读成 跳 跳 就是跑 跳 跳 跳舞 那另外一个呢 这一个字读成 踢 踢 踢球 踢开 好 接下来这一个也是讲的有点像 同学们要看清楚哪里不一样哦 这两个的部首 都是三点水 那这一个字读成 浇 浇水 浇花 那这里呢 水和花 都是名词 浇是一个动作 就是把水 放去哪里呢 可以把水浇出去 浇到花上 第二个字是 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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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清洗呢 是一个动作 所以它是动词 洗 洗 洗 车 车 如果只有车子的话 它就是名词了 因为车是一个东西啊 这样一个虽然长得不一样 但是它是翻译词 翻译词就是意思不一样的嘛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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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 离 开 离开呢 是走开的意思 比如说我要离开客室了 我要离开 那个地方了 好 开是一个动作 那么关呢 关上 关灯 把东西关起来 把门关起来的意思 好 同学们要记得跟我念一遍 也要记得字怎么写哦 你可以把影片暂停 然后学习一下那个字 好 这个呢 是唱 唱 唱歌的唱 这个是听 听 听 听故事 听 音乐 那下一个是喝 喝 喝 喝饮料 喝水 喝汽水 喝可乐 就是喝 下一个 吹 吹 吹笛子 好 这四个字呢 都是动词 但是他们有一个相同的地方 那是什么呢 好 他们的步手 全部都是一样的 这个步手有同学吗 还记得叫什么吗 他叫口字旁 好 下一个 这个呢 读成 捕 捕 捕鱼 捕鱼就是捉鱼的意思嘛 谁会捕鱼呢 那通常都是渔夫啊 才会去捕鱼 那下一个组成 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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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贼 下一个是 捉 捉 捉小鸟 捉小鸡 捉小鸡 捉小动物 捉兔子 这一个是 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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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 拔萝卜 那这四个字的相同之处是 他们都是提手旁 好 接下来是做练习的时间了 这一次呢 那我希望你们可以 好好的学习练习写字 那 左边的是你们的问题纸 在影片的下方会有放大的图片版本 那在右边呢 是你们的答案纸 我需要你们去找一张纸和以前一样 写上姓名 日期 科目 标题是动词 那么这次的回答方式呢 需要你们把完整的答案 完整的句子写下来 那左边你可以看到题目呢 它是填充题把答案填进括号里面 那我要你们把 找到正确的答案之后 把整个句子都写得整整齐齐的写下来 那你们有很多的时间 请好好的用心写 那接下来我会一题一题的读它的句子 让你们知道它是怎么读的 好 第一题 有餐叔叔 什么姓 到我家 第二题 哥哥和朋友在草场 什么足球 第三题 你奶奶在屋前 什么花 第四题 每天早上 渔夫都会出海 什么鱼 第五题 早上我 什么了 一杯牛奶 第六题 因为天气很冷 所以我把冷气 什么了 第七题 森林里 小鸟在树上 什么歌 第八题 我的爱好是 什么 音乐 你们记得句子一定要写完整哦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联系我 我们今天课程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再见 再见